现在这帮小崽子 下手够狠的啊 小兄弟 我跟你说啊 你这体格太瘦弱了 你知道吗 你就应该锻炼锻炼 学学散打搏击什么的 你看以后谁敢欺负你 你看看以后躺在这儿是谁 我告诉你 有时候人呢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这个 这我送给你 好好练练 陈警官 你搞错了 这孩子不是被欺负那个 这是欺负人那个 就 就 就他 看不出来吧 这孩子平时总欺负人 昨天呀 那被欺负孩子突然反抗了 直接把他从楼座上推下来 那被他欺负那个呢 吓得连夜转学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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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OB 嗯 看样子刺已经下去了 但是还有点红肿 我给你喝点香烟药吧 回去按时吃两三天就好了 有助牙啊哥 这个很简单 也许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了吧 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每个人都是这广末大陆上的一部分 任何人的死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孕育在这人类之中 所以别问我丧终为谁名 他为你也为我 因果是约翰唐恩的事 你怎么了 你说这话 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 谁 一位原地吗 校长请留步 非常感谢 您客气 进 邵老师 校长 我知道我不是班主任 这是我插手不合适 但我想了想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您谈谈 您想说的我知道 你也看见了学生家长刚走 是 我调查过了 确实存在问题 而且必须解决 校方做出对高一一般的柴子经同学 继大过一次的处分 同时 咱们也要加强 对于学生之间举止礼貌的管理 我们的老师 如果都像你这样用心 关心学生 那我们的学校才是真正以人为本 有你在 我就放心了 校长 我们总是忽略问题 我们认为 孩子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但如果我们当老师都不去管 那这些小问题很容易变成大问题的 如果确实存在 学生之间凄凌的问题 我绝不会姑息 但需要个时间 这一点 你应该相信我 好 那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您尽管吩咐 当然 我知道 这个问题 得一步一步来 咱们 互相理解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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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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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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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